2024欧里埃杯首届美国弃牌球龙腾贺岁金银赛 2月18日在Citrus College开赛 这是去年年底美国弃牌球协会成立后的首次比赛 也是弃牌球在美国比赛首秀 吸引了南加州体育界顶级高手与名流的关注 诸多著名运动员和中美体育界名人前来加持 预祝赛事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比赛参加单位有高校联盟 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 东谷牌球之家青岛商会 圣地亚哥等共12支队伍 近120人参加 去年12月有我们三位老中青国手 张小平 李渊明和我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了 这个美国气牌球协会 气牌球是在30年前在中国的包头取缘 所以这个项目现在在中国发展的特别 如火如荼 那我们也把这个气牌球这个项目呢 引入了美国 我们的宗旨只要是希望在中美之间 以体育为桥梁增加更多的这个中美文化体育的交流 所以呢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今年今天是我们的这个首次的这个赛事 也是为什么叫龙屯贺水精英赛 因为借着中国的新春佳节 搞这个第一次的首秀 那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搞更多的比赛 也希望在今年年底能举办一次国际邀请赛 把这个气牌球在美国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好 出席当天开幕式的嘉宾有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参赞王太玉 洛杉矶体育委员会 CEO Mike Cartier-Arto 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理事长高盛 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筹备委员会市场部主管 Olivia Ching 前中国女排选手李月明 马昭辉 中国男排元老沈富民 男排国手张小平 前美国女排国手Alexis Crimes 美国排球名人堂 前长滩大学女排传奇主教练 Brian De Manaro 气牌球组委会秘书长于杰 男嘉高校联盟会长李珊 焦大校友会会长贾旭东 美国新闻速递总裁刘卓等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 前中国女排主教练胡静 张荣芳 沈富林等排球名将发来视频 预祝本届比赛成功举办 那今天呢我们洛杉矶 我们也促成了这个 气牌球协会 而且我们今天要举办这个 首届的气牌球竞赛 所以呢我们希望这项运动呢 都在美国推广开 让它成为推动 中美人民之间友谊的一种桥梁 从而为中美关系的 稳定向好呢 做出我们气牌球的更新 气牌球运动是一项 集运动 休闲 娱乐为一体的群众性体育项目 作为一项新的体育运动 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 中老年朋友的喜爱 气牌球与牌球的主要区别 一是规则上 气牌球是五人制赛制 是五对五 牌球则是六对六 二是 它的网比牌球要矮 场地面积和羽毛球场地大小一样 气牌球运动量和激烈程度 远低于牌球 入手简单 适合大众 老少皆宜 它们是美国的 这一切都很专闭 这一切都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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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问 我们的感染 我们的感染 这一切都会呈现 我们 110% 因为它就是 更多人能能处成 它是一个游戏的游戏 它真的捡取了人的精神 竞争的精神 实际上是精神的精神 以练习 使用社会和商业实施 和市场的销售 来实际上的活动 再次 这就是更多人 美国棋牌球协会成立 近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能举办这次比赛 实属不易 希望通过本届赛事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 和喜欢棋牌球 也为不久的将来 举办中美交流 乃至国际赛事 打下基础 主办方表示 也特别感谢所有大力支持 和帮助本次贺岁精英赛的企业 个人及广大的排球爱好者 全美电视台记者 Glandora采访报道